大家好 我是林特彦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 早上的10点52分 跌42点 今天一开盘之后 先涨个128点 紧接着急杀跌136点 现在又回来了 昨天台北股市涨了790几点 外资又买了200多亿 那你仔细看看 这两天所买的股票 几乎都是什么 几乎都是在买 最近跌很重的 比如长龙 阳明 万海 中钢 甚至于金融股 都在买这些跌很重的 可见外资两天买了500多亿 555亿 都在做什么 也是在穿地山 急跌买进 所以上来也会逢高卖 那昨天涨了790几点 融资只增加20亿而已 融资只增加20亿而已 你看五月份减了800多亿 才回来20亿而已 可见很多人不敢买 那昨天有下去买的 我相信今天开高 获利了结卖压一定会丢出来 所以从开高122点打下来变136点 那能够再回到平盘 可见得520的味道是很浓厚的 你看几只有官方色彩的股票 对 2002中刚 这有官方色彩的 2014中红 2609阳明 这是有官方的 包含昨天银行股 也全部大涨 所以很明显 520的护盘 确实是存在的 我们看一下欧美股市的部分 昨天欧美股市 欧洲是平盘 美国尾盘掉下来 道琼尾盘击杀 那道琼目前的状况位置 在利手月线 黄色这条是月线 那手黄色的月线 指标已经修正的差不多了 那我跟大家讲过 只要月线破 两日内救回来 它都能够保持强势的结构 所以目前正好在考验 月线的一个支撑 道琼是比较强 因为美国的银行股 最近都在创新高 所以把道琼指数给撑住 科技股比较弱 可是纳斯达克 目前在守半年线 费腾报告体也在守半年线 那半年线是中期的防线 所以不要小看电子股 美国如果半年线守住了 尤其指标在低档 到时候守住半年线一回升上来 那么美国的科技股再度转强 也是有机会的 美国科技股已经整理了三个半月了 所以整理差不多 如果再重新站稳半年线的话 那么美国科技股一转强 对于台北股市的贡献 也会形成 也会出现 所以美国股市 费腾报告体跟纳斯达克 最近半年线的利手情况 可以特别注意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日本跌了398点 因为日本的疫情又开始扩大 所以开始扩大 日本股市昨天大涨 今天也算是压回 日本股市目前也正好在 半年线的保卫战 那我们是守住的半年线 昨天大涨了790几点 所以这两天 我知道市场人心惶惶 因为台北股市 因为疫情的关系 上个礼拜两天 就跌掉2000点 大家走到要死 融资减了一大堆 那我大概也看了一下 每支股票情况 绝大多数的个股 融资都已经清洗得干干净净 所以昨天才会 4000亿的成交量 就让大盘涨了790几点 很好记者 之前5000多亿6000亿 都不可能涨到那么多 昨天竟然4000亿 就能够涨790几点 可见得丑玛已经洗干净了 所以连续几天 我一直跟大家谈这个 跌2500点就一定是空头吗 恐怕未必 你要注意时间的因素 你不管多头或空头 一定要有一个 足够的时间在发展 如果只是 因为疫情的关系 快速崩跌 然后马上盘底又上去 反而是比较像 多头的快速修正 比较像多头的快速修正 那回到了 今年的起涨点 又是半年线的防线 我前天特别把时间周期 算给你看 不管你是用 原本的9天倍速循环 或者新可能出现的 12天的倍速循环 全部都集中在礼拜一 所以当时跟大家讲 两日之内会出现反转 说完之后 涨就马上一几 790几点的棒子出完 那昨天大涨了5% 抗头七凌不可能 一天去5%了 你看去年 3月20日 大盘跌到8500点 紧接着隔天 3个22号那天 6%那天 那根棒子定海神针 一出来之后 紧接着多头就开始一路走 那现在又出现 第二根的定海神针 又出现第二根的定海神针 你看这段期间 对古尼 这根材料 这根是6%的 那这根是4%的 这根是3%的 那紧接着 大概有涨大概都1%2%而已 就没有再出现 5%以上的棒子 那直到 昨天这根又是另外一根 定海神针 又是另外一根 定海神针出来 尤其指标在低档 但短线一天涨那么多 压回来整理修正难免 可是从这两天的行情里面 我们又可以感受到 520的味道 所以上礼拜跟大家谈过 股票市场的分析 不单纯只是总体经济 很多人是着重于现行的部分 那不管你是怎么样分析 总而言之 政治的立场 领袖的企图心 这是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上礼拜 我跟大家分析过 蔡英文总统的人格特质 我说过 连大陆 中国给他压力 他都能够承受 股票市场 对他来说算什么东西 对不对 他如果要做520行情 要在520讲话前 有一个好的 景象 对他来说不是难事 所以你看昨天 马上逆市大涨上来 你看昨天外资大买 在买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 外资在大买什么东西 你仔细看 外资大买的股票里面 除了长龙阳明中刚以外 群创大买7万6千张 连电 阳明 有没有 友达 紧接着一系列都是金融股 国泰金 永丰金 赵丰金 中信金 台新金 对一票都是金融股 合库金 玉山金 都是金融股 上海银 所以从昨天大买的股票里面 就很明显有520的味道在了 家当间一直在撑盘 很明显 很明显 所以这个行情重点 你不会看太败 因为龙智银洗得很干净 如果是快速的修正之后 又开始慢慢的回升 那反而是给大家一个减便宜货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成交量的分布 今天电子股昨天53% 今天又向到45% 那昨天长龙阳明 一起来之后 整个运输股 今天成交量又回到22.9% 可是你要注意 散装货轮的报价 已经连跌两个礼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两个礼拜以来 散装货轮的报价 已经跌掉30%了 BCR已经掉30%了 所以散装 韩元股你要买OK 散装货轮不要碰 那不就是三个货轮而已 长龙 阳明 跟万海 你看我昨天开盘前就通知会员 阳明 长龙可以买进 昨天拉涨停 今天又快涨停了 连刷四个跌厅板 四个跌厅板就落到40%了 落到太凶器了 对不对 第一季赚了七块钱 这个绝对会有跌身板坛 起码两支 起码三支嘛 起码两支 起码三支嘛 你看今天掌天板要锁就比较不好锁了 那不要追高 因为这一定要洗筹码啦 上面套牢那么重之后 上面套牢那么重之后 这里一定要来回洗筹码 所以你有起码都要点硬 筹码一定要洗 你看周线的指标也向下交叉 所以需要一段时间的洗筹码 基本面强没有错 但这也不是常态的 可是你不要一味的再做追高 你掌后有没的 怕你命债上面没掉 都要点硬就好 那长龙洋民两支股票 其实价钱差不多 二折一都可以 那我是以长龙为主 因为长龙的货运量 比洋民来得更大 今天钢铁股 也是四根跌停之后 跟着弹上来 钢铁股里面 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以基本面来看 中钢中红 我个人觉得中红价格 还有点贵 那不然的话就是 大成钢 因为大成钢其实获利也不强 我们来看一下大成钢 大成钢的获利其实也不够强 第一季八毛钱 你知道 在106年的时候 107年的时候 赚5.8 107年那年赚5.8 那年的高点 涨到55 赚5.8涨到55 今年有可能赚到5.8吗 恐怕不容易 第一季只有0.8而已 所以今年大成钢的业绩 没有107年来得那么强 那股价反而已经来到 相对高点 所以相情之下价格是高了 尤其高档头部出来 大量套住 这个股票 你要做跌生板坛 唱一个没问题 那重点还是在中纲 中红我都觉得有点偏贵 中红我都觉得有点偏贵 第一季一块钱 第一季一块钱 这高档套牢也是很重 高档套牢很重 那钢铁股里面其实业绩最好的 算起来应该是在 风芯啦 风芯是不 是钢筋里面 业绩最好的 在钢铁股里面 风芯的业绩是长期来说是最稳的 都有4块5块 今年第一季还是维持很稳 因为主要是用在建筑的部分 所以获利很稳 但股价相对本来就一直比较偏高 所以没想到其他钢铁股 业绩那么烂 从低档开始一路上来 涨得那么凶 可是钢铁股普遍价格高了之后 你们在操作的时候小心 昨天银行股也做出助攻 今天银行股普遍回档 但跌得不多 富邦金目前小跌0.8元 这随时又创新高 修正已经差不多了 这两天比较强的是国泰人寿 是国泰金控 昨天涨停 因为价格比富邦金 少了20块钱 少了16块钱 少了16块钱 可是两家公司 今年获利会差不多 所以富邦金 没有最高的 你可以注意国泰金 另外一档2915的润泰权 也不错 第一季就已经赚了12.9元 价格的优势 尤其每股净值196元 这个都是很安全的股票 后面也都有想象的炒作空间 我们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这一次行情快速的下跌 反转出现之后 你要赶快做持股调整的工作 否则你要等那些股票再爆回去 但有些也会回得很快 那有些如果不够快的 你就光是把它等它回去 它如果时间给你拉长 你就不划算了嘛 对不对 所以积极的换股 换股的股票 我都有提供给你 你看 财经是很强 昨天涨停 今天又大涨了7% 双红昨天涨停 华硕今天创新高 目前已经来到400块钱了 那心象也不错 心象也不错 那旺宏昨天涨停板 国际昨天也大涨了7% 那联巴科昨天也大涨到8% 我们看一下 今天电子股的整体表现 昨天国阳也涨停 今天国阳整理 这也回到年线 这也会起来 今年130亿的建案 开始陆续交污 所以如果能够 在今年全部入账的话 每股获利应该有5块钱的实力 今天国态金比较强 涨个六毛钱 日月光之 也是守住半年线 弹上来 可是上面套得比较重 所以上来你要做差价 所以这两天教你们这个方法 其实是很好 很受用的 目前走势都分 就是分这两款 你看你的持股 是属于哪一款 如果是第一款 跟大盘同步来年线的 担起来你要走 你要做差价跑 那如果是第二款 已经长期下跌 破年线的 尤其业绩创新高的 这也可以做比较 长线破断的规划 日月光就属于这一款 对不对 跟大盘一起下来 守半年线 所以相对的弹上去之后 上面套牢比较重 担起来 大概在100亿附近 你要走 那其实如果以重买来论的话 外资在日月光部分 几乎是没什么走到 台积电就退很多嘛 对不对 台积电就卖很多嘛 卖了五十几万张嘛 连电也是一样啊 外资也是卖很多 那日月光外资 反正是没有卖的 反正是没有卖的 可是现行的部分 第一次回来半年线 担起来 同样要走一下 联发科也是啊 下来守年线 弹上来1000块你要走 昨天到1000 今天就掉下来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站起来你要做这些 先走一下 尽管没错 可是该调整你还是要调整 那卫钢也是这样的情况 卫钢也是 回来守年线 担起来 这不要对贯 还要求 指标在低档 所以摊的还不够 今年第一季美股获利 已经快3块钱了 已经要3块钱了 所以下来也是一个布局的标的 我昨天买长龙嘛 是不是 昨天开盘买长龙 昨天涨停今天又快涨停了 一样还是要做插架啦 因为要反复打底 西窗也不错啊 西窗这次也是很明显的 打下来粘线还没到 可是到前一只脚 这也会担起来 这会弹上来 可是短线跌太多 弹上来之后好好再落底 所以刮起来一瞬 到月线的地方 你还是要插架买些要走 那今天最强的是财经 昨天涨停 现在又快涨停了 昨天成交量4.5万张 今天成交量已经17万张了 那反而友达跟群创 就没有财经来得那么强 所以你看我是买财经 我没有买友达跟群创 我在这两天一直在买 一直在买彩经 16块17块一直在买彩经 两个礼拜跌掉50% 48% 两个礼拜拌40% 太超级啦 太过头了啦 而且融资几乎洗得干干净净 所以这个弹上来速度会很快 我们是在前几天 就开始一直在布局彩经了 TPK 这很快就买了 很快又回到50块钱以上了 禁止90块钱 价钱很低啊 双红 双红水哪一款 双水 破年线 回到起涨点 破年线回到起涨点 大半会已经下675块钱了 是不是属于这一款的 是不是属于这一款的 属于这一款的嘛 对不对 所以属于这一款的你的操作 就不用那么的恐慌 不用那么的紧张 慢慢的它在打底过程当中 指标这么低 在打底过程当中 有软的Q 有软的Q 这个可以做一个 比较破端的规划行情 对 顶眩也是啊 顶眩是破年线回到一年的起涨点 今年美股获利有20块钱的实力 指标也在低档 所以这个也可以做比较长线的规划 升崩 今天要先谈一下南地 南地谈完之后我们再谈升崩 南地昨天创新低 拉高收 今天又来一次低点 很多人可能吓死掉了 今天是很好的机会点 今天是这一波修正以来 南地的第27天 今天是修正第27天 这一波这里涨上来也是27天 涨27天 压回修正27天 所以今天往下打的时候 我就跟我会员讲 今天是关键的转折日 会再来一次低点 当反转讯号一出来之后 整个行情未来又会一波 新的27天多头 所以今天反转的味道已经开始慢慢的出现了 只要一翻红站上平盘 那反转一确认之后 后面就开始起了 所以南地 升丰间就比较强 升丰间就比较强 那升丰已经领先涨了 所以到时候跑起来就会更快 升丰的骨本比较小 只有10亿的骨本 大股东池股 永丰于高达85%的大股东池股 所以跑起来很快的 目前升丰是相对比较强的 那就在等南地的反转出现 台光电也不错啊 台光电也是破捏线的 也是破捏线的 但这个弹上来 一百七附近 还是要做点差价 基本面是没问题啦 今年台光电基本面很强 四个月营收 已经有三个月创历史新高了 没有几家是这样的情况 我看那么多的财报 只有两家 一家星象 一家台光电 今年四个里面 有三个创历史新高 其他都没有 连八个也没有 台积电单更没有 好 今天星象 一度涨到822元 这也是守年线 这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领先大盘下跌 守住年线 而且获利创新高 进入六月份之后 开始进入暑假 整个行情会脱颖而出 那现在连小学中学 高中全部都 在家里上课 那家里上课 宅经济 对电脑需求 还有网路 都是受贿的 所以星象 虽然也会穿出去 一年占60块的公司 好 今天要等下台顶 今天台顶一开高 最多涨到8% 目前涨7% 台顶今天怎么突然变那么强 因为昨天被要求发布财报 4月份赚0.61元 奇怪喔 看到这些数字很多人就很纳闷了 为什么第一季 你看第一季的营收 创单季的历史新高 获利竟然只有0.81元 那4月份的营收 一个月而已 为什么就能够变成0.6元 所以大家看我没啥啥 没啥啥啦 我早就跟大家讲过 那个财报数据一出来 很多人去解读 啊 毛利掉了 太租升值 其实都不是原因啦 因为财报我查过 毛利率一样还是维持在 19%的毛利率 那真正让第一季获利掉的比较多 是因为公司提列管理费用 跟研发费用 以前每年都会有一季的时间 每年泰鼎都会有一季的时间 做这样的一个 研发管理费用的提列 往年都在第四季啊 往年都在第四季 所以第四季的业绩都会突然间掉很多 那正常他往年都在第四季 没想到他今年在第一季去 提列那些费用 所以导致于第一季 原本是很强的获利 因为营收都创历史新高了嘛 反而掉下来剩下0.81 所以当时财报数据出来之后 我查过之后我就跟大家讲 获利没有不好 只是公司提早提列 研发管理费用 但这样的动作也让很多人吓到 五价急杀 那急杀发布财报出来之后 四月份就赚了0.6 所以我估的没有错 第二季的获利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1.8到2块钱 那1.8到2块钱 那个股价很快就回到60块钱 所以第一时间 像我们第一时间我看到财报之后 一开盘就出了 赔个6% 7%没关系 你看后面又多了几根 后面又多了三个停办出来 你后面你如果第一时间 赔6% 7%你不处理 那后面下来是不是又多30% 那既然贴那么深了 基本面没有改变 那就不要杀低了嘛 会再回到60块钱以上 基本面还是维持很强 只是公司在作帐上面 做提早提列的动作 好 华硕今天大涨了 各项零件都缺 现在连华硕的电脑 外面要拿都不好拿 也是严重缺货 所以顺势也调涨了售价 华硕现在已经405元了 那我们240块没的 一张都不卖 今年美股获利光是第一季就成长10倍了 全年获利应该有机会挑战到50块钱 50块钱现在已经是几乎是市场共识了 那如果今年50块钱的话 北比才8倍而已啊 我之前给大家看过 华硕的平均北义比 大概都落在12倍到14倍 对不对 我们来看 华硕每年的北义比 大概都会落在12倍到14倍 有吗 华硕每年的北义比 都落在12倍到14倍 那今年如果5块钱的话呢 12倍多少 你自己算 那14倍多少 所以这种股票根本连走都不用走 甚至于还可以再加码 还可以再加码 还可以再加码 你如果会面部的 你对我扑得掉就好了 跟我一起报道就对了 长龙也快涨停了 反正昨天买的就把它抱着吧 未来两天有高 再来卖 再来做差价 国具昨天大涨今天压回 因为今天日本股市比较弱 日本股市比较弱的时候 日本两大厂今天也是下跌的 所以对国具会有一些压抑 没关系 买多让你却上去 下来正好让你减便宜 现在指标也很低 国具属于哪一款 国具是属于破年限 提早见底的 提早落底的 国具属于这一款 所以你可以做比较波段的安排 跟波段的一个投资规划 像中股票蛮多的啦 目前所有股票就分这两款 今天反正防疫概念股相当弱 防疫概念股涨了几天之后 今天相当弱 那今天还有另外一组比较强的 是什么 也是有520的味道 你看上尾投控 中钢购 新光钢 中芯电 明天520 风力发电间转强 可是记得风力发电 我上尾投控是卖掉啦 你们知道 我现在卖掉了 你们也知道 我现在破年限的时候 破130的时候 我就戳脱掉了 那原本买135的 第二次买140的 你130出 那个输赢都在5%以内啦 那为什么 第三阶段的招仓细则一发布 反而会杀盘呢 知道赢吗 你们可能不知道 因为这次第三阶段的风力发电 它的一个发电时间 在105年到 到115年到 125年 这10年的时间 115到125 那115要正式发电 所以说它招伤时间 落在103年招伤 所以招完伤 确定拿到标案 有两年的时间可以去盖 盖好之后 105年正式发电 供电 那你103年才要招伤 现在发布招伤细则 现在是101年发布招伤细则 113年才要招伤 三年的时间 空窗期落差太大了 所以听到那个招伤细则出来 细部条文我看完之后 我就知道 要赶快跑 因为招伤时间 沿得太后面 到113年 所以才会造成 后面这段的下杀 那当然520 绿能是蔡英文总统的政见 所以在520这两天 他还是会配合政策 会再挠一遍 当然挠起来 第一次就好 不要去过度追高 原因我告诉你们了 防疫干领股 今天就很惨 昨天已经 电子股一起来 防疫干领股都靠边站了 今天还是相对很弱 所以现在这段行情 重点回到个股身上 这个盘子不用怕啦 赶快去找 后面会快速帮你把 亏损赢回来的股票 赶快做大反攻的操作 你如果自己没把握 来找林何彦 我带着你来做换股 我们的负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网织期效不保 节目来破例 且与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